非吃不可不可不吃 懷念好味道 每個人印象中都有一道媽媽的拿手菜 即便是離家 不管是求學還是工作 只要吃到這些菜 就會想到家裡 想到媽媽感動的落下淚來 所以我們今天要教大家 怎麼樣用很輕鬆的方式 簡單做出這些懷念的家鄉料理 讓我們馬上來歡迎 無星級國演主廚 施奶殺手小豬老師 阿明你好 老師你好 看到小豬老師就知道 我們的第一時間很高 老師印象當中 你的媽媽最好的菜是什麼 一個炒米粉 油飯 還有鹹飯 你最愛吃的是什麼 我最喜歡吃炒米粉 好 所以我們今天是不是第一道 就要來教大家怎麼做 炒米粉 不 我炒米粉放在第二道 炒米粉是第二道 因為炒米粉 我改變一些傳統的方法 讓大家變很寬 對 所以我們第一道來做什麼 我們做傳統的赤肉羹 先做赤肉羹 赤肉羹台語怎麼說 赤肉羹 赤肉羹 赤肉 那所以有赤肉羹 當然就一定要有很重要的食材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需要哪些材料 傳統赤肉羹的食材有 腰內肉 香菜 金針菇 黑木耳 紅蘿蔔 竹筍 油蔥酥 油蒜酥 乾的金針花 調味料有 油膏 鹽 糖 白胡椒粉 黑醋 水 炒米粉 在很多地方也是排隊美食 老師在食材的準備上 有沒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 我們今天選用的肉 我今天用油來吧 油來吧 腰內肉 腰內肉的特色是什麼 它比較沒有這麼的油 那因為等一下我們在醃漬 裹粉的時候 下去它才不會把油包在裡面 吃起來你會覺得 就是油膩膩的感覺 對啊 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的油花就沒有這麼多 對…它就是比較 都是瘦肉的部分 OK 好 那我們要先處理它嗎 不 肉類我們放最後 好 這邊紅蘿蔔就交給你 幫我把它刨成絲 好 沒問題 那切絲的部分 我來 這比較簡單的我來 好 好 刨片比較難是不是 欸 我這樣對嗎 我們把它拿有點斜的 好 然後它這樣子 它才有絲 好 不然它是碎的好嗎 我要 我要絲不是墨 Sorry OK 老師 你是哪裡人啊 我 我媽媽是彰化人 OK 所以彰化也有彰化做 切肉筋的方式 其實切肉筋的做法 我們從蘿蔔 筍子都有在外面吃過 還有加九層糖 都有 對啊 那其實我覺得 只要是好吃 你選對食材 新鮮這樣就好了 OK 這樣可以嗎 可以 謝謝 鬆了一口氣 然後再來幫我 我們的エラ 再一次請出我們的エラ 然後 把油蔥酥跟蒜酥 對 把它整個都拉到更細 先從蔥酥 先從蔥酥 好 先從顆粒大的先 再依序放下去對不對 是 好的 OK 現在蒜酥下去一起拉 老師那你是彰化哪裡人啊 彰化是不是有分很多 是 我是大臣 在哪裡啊 大聲 大聲 這個地方有什麼特色 挖海 挖海是靠海 是 所以你講的台語有 海口Q 中部Q 中部Q 海口Q應該還好 中部Q是怎樣 跟別的地方Q有些 像你竊肉雞 還是竊肉雞 那你是說 我們是說竊肉雞 竊肉雞 好像中南部都是講這個 赤肉根會有點比竊竊 是 然後北部是講 雞 OK 兩種都可以 對 那這邊 筍子啊 像蘿蔔筍子 我們等一下要先炒過 它才會有它特殊的香氣 所以這種台式美味 很重視的就是說 你在做之前都先把食材炒一下 是 該要爆香的一定要爆香 好的 它的香味才會出來 那為什麼我們今天不直接用 蒜頭跟蔥 要用蒜酥跟蔥酥 這個 因為我們 用蒜頭跟蔥 你要把它炒出到足夠的香氣 要很大量 那你用蒜酥跟蔥酥的話 它會比較快 那我們傳統 以前在農業社會 多的都會自己用油炸 炸起來炸油腸酥 對 蒜頭酥 那炸完了之後 就比較容易保存 那要煮的時候 就直接咬下去就可以煮 來這邊好了之後 首先 先下了油 OK 先炒香 筍子 我們絕對不會想到要先炒香筍子 對 因為我們以為都要先爆香 先爆香新香料 對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先把筍子放下去 等一下 秘密等一下我告訴你 這是有什麼味道的 等一下你聞到的是什麼香味 今晚嗎 今晚 再等一下 再等一下 等到蒸氣上來 這樣好緊張 而且我要用台語回答 什麼香味 你現在聞到的是什麼味道 跟你傳統在吃 喝湯的時候 有什麼感覺不一樣 你說跟筍子湯比起來 是 是 當它蒸氣一直上來 你聞到的就是一個筍的清香 那我們平常如果直接加水下去煮 它的味道只是在湯裡面 因為它已經鎖在水裡面了 對 它整個被鎖起來了 OK 所以重點是要讓筍的清香 先散發出來 對 就像我們在做蘿蔔糕 為什麼蘿蔔是要下鍋去拌炒 對 一樣的道理 讓它拌炒之後它的蘿蔔香 才會整個出來 不然它有點被鎖住了 好啦 所以大家可以記起來 在爆香之前呢 可以先把我們的竹筍放進去炒 讓筍子清香自然的散發出來 是 你現在可以聞聞看 真的耶 筍子的味道 這個跟我們直接 喝湯的感覺不一樣 我們直接煮湯或者是炒肉絲的 感覺完全不一樣 這個就是優點 你買竹筍的時候聞到的味道 很新鮮的味道 我們今天只是再把它拉出來 有深深的這樣子 對 剛炒出它的香氣出來的時候 首先下的就是油蒜酥末 OK 這時候再把蒜酥跟蒜酥 我們去夜市有沒有吃過生草花枝 有啊 這個出來的味道 就很像生草花枝那個香 它就是裡面有加了這個祕密的武器 只是很多人不知道 原來如此 原來如此 你現在聞到的味道又不一樣了 對啊 難怪會這麼香 就多了一個生草花枝的感覺 對 不以為在做生草花枝 是 那在這邊 整個炒香了之後 來 準備我們的水 好 這時候就加 對 炒香了 我們就把水加下去 燒肉雞 有時候我也在想說 到底這些 那麼多人排隊的燒肉雞 跟其他家的燒餅是什麼 它的迷人在哪裡是嗎 對 對 其實炒肉雞要好吃 也是種在我們的湯 也是在湯頭 在湯頭 那我們有適當的爆香之後 所有食材的香味 鮮甜味才會保留 了解 那保留 那外面也是都要熬高湯 那我們今天一樣 使用壓力鍋 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把這個高湯熬出來 那我們現在把木耳 紅蘿蔔 放在鍋 對啊 我也是都在想說 要怎麼樣讓這些食材的原味 可以留住 然後金針花 金針花下去 我們把這些食材全部都下鍋 好的 那金針菇 我們知道它不遺久煮 所以我們等到最後才下 盡可能維持它的口感 我們在上蓋之前 可以加少量的調味料 一點的糖 然後一些鹽 逼出它食材本身的味道出來 好的 加完之後就可以上蓋了 對 大概要等多久 等一下一樣上壓之後就關火 好的 所以我們待會兒在這個時候 我們也同時可以處理我們的肉 對 我們趕快把肉醃製起來 因為它等一下壓力上升之後 我們關了火 就準備放肉下去 直接燙熟就好 這裡老師的秘訣又來了 我們因為待會兒要讓它有根的感覺 可是我們不要加傳統使用的 我們不想要傳統的太白粉 對 或是地瓜粉 玉米粉之類 所以他帶來這一包 這一包是什麼呢 這一包是 蓮藕粉 其實之前老師也有提過了 蓮藕粉其實用起來是比較健康的 比較不會有這麼多的負擔 然後幫我們的油來吧 整個切開 切切 然後待會兒要再用調味料煙 是 先半匙的醬油 半匙醬油下去 好 接著我還要加別的嗎 一點胡椒粉 一點點的胡椒粉 白胡椒粉撒上一點 這樣子夠嗎 夠 因為它的本身味道不要太重 我們肉只要淡淡的味道就好 好 那現在整個把它拌勻 所以我們外面吃到那種肉跟 是 是還要再加 是待會兒會把它這樣包起來 對對對 那粉抓下去之後 它一片一片就會被粉包住 對 那我們下去煮熟了之後它就OK 那在這邊 現在整個醃漬之後 來 一些的蓮藕粉下去 蓮藕粉下去一樣再把它拌勻 拌勻之後 就稍微放著一下 讓它靜置 那我們就可以接著繼續再做炒米粉 好 傳統在做炒米粉都會先泡水 我今天教大家不用泡水的炒米粉 不泡水可以嗎 可以可以 這麼硬 我們就直接洗淨就好 乾炒米粉 是 乾炒米粉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台式炒米粉 需要哪一些材料 台式炒米粉的食材有 米粉 梅花肉 高麗菜 紅蘿蔔 黑木耳 粗朵菇 芹菜 蔥 蒜苗 洋蔥 紅蔥頭 金鉤蝦米 調味料有 油膏 醬油 白胡椒粉 糖 黑醋 水 水 炒米粉要怎麼樣 不泡水就可以做 還有要怎麼樣 讓它不會乾乾的 很Q彈 我們廣告之後 馬上回來 好啦 我們現在要來做 台式炒米粉 老師你都是大廚了 可是你說很懷念 媽媽的炒米粉 媽媽的炒米粉 到底有什麼訣竅 不一樣 它吃起來是 米粉是 一條一條的 不是一節一節的 這是重點 所以不要把它截斷 是不是 是因為炒米粉 其實是在考驗一個 師傅的基本功 怎麼說 因為米粉都沒有斷 那你要取適當的水量 讓它米粉整個都能夠均勻的 吸收到湯汁 才不會有的顏色深 有的是白的 那就插沒嚼 OK 插沒什麼 插沒嚼 炒不均勻 那你為了炒嚼 就是把它全部剪一剪 對 或者是炒的時候 把它給它切一切 隨便翻一翻 就整個就炒好了 那所以我們以前在家裡吃媽媽炒的 都是沒有斷 拉起來 還這樣長長的 對啊 所以這個基本功 我們今天要看老師怎麼樣幫我們示範 幫我們展現一下厲害的地方 因為這只是一個小技巧 那我做一次大概應該就都會 好 那這邊首先 我們開始準備調味料 那一樣紅蘿蔔麻煩你幫我 掃撕 沒問題 蔥 蒜白 可以一起爆香 所以這邊我們一起切 那麻煩你 紅蔥頭 跟 金鉤蝦米 幫我拉筍 好 那是我們的Ella 老師那要回家是你做草米粉 還是你媽媽做草米粉 誰有礦水就做 媽媽也會讓你做就對了 會啊 媽媽多希望我做啊 她可以休息 她已經煮了這麼多年了 可是我回家我媽都希望我不要凍傷 真的嗎 為什麼 因為她覺得她做的比較 你會砸了她口黑嗎 對啊 所以我從來不在外面吃客家菜 因為我媽媽都覺得她做的是 的確她做的是最好吃的 那是道地的 就是媽媽餵啊 吃習慣了你在外面吃總是覺得 怎麼吃都鹹脆味 真的 我在外面吃什麼薑絲炒大腸啊 或者是這些 特家菜都會覺得不夠到底 真的嗎 真的 就是要 又酸 又鹹 沒錯 好啦 OK了 洋蔥你要拉碎嗎 不用 洋蔥我切絲 好 所以老師回家媽媽不會堅持說一定要做什麼給你吃 不會 因為 我也很愛做 那你媽媽應該很希望你回家 她就不用煮了 不一定 她有時候嫌我做的她吃不習慣 她打廚也會被嫌 她還是喜歡她自己做的傳統味 是喔 是一些比較特別的東西 她會覺得 我的做法有新穎 比較快 對 所以她喜歡 所以她喜歡 所以像什麼她不會讓你動手 有一些很傳統的 像油飯 她就是喜歡她那種乾乾的 粒粒分明的感覺 原來大廚也有被拒絕的時候 因為他們那種老一輩 她就是要那個油膩感 對 她覺得油飯就是要有適當的油度 對 還有油飯的感覺 因為我們現在當然做都會強調說 不要這麼油 對啊 我們要少油鹽 要健康一點 對 不過的確是油飯 感覺她那個還是要 沒有 其實真的不OK 豬媽媽還喜歡做什麼菜 除了油飯之外 什麼都做 張華人吃的菜跟其他人有什麼不一樣 應該 張華人還好 她的口味剛好在中間 不會像說我們想到台南人吃比較甜 比較甜 是 然後可能有些地方的人吃比較重鹹 張華人都差不多 對 混合式的 她算是還滿中間的 所以靠海邊應該海鮮也吃很多吧 海鮮 是 所以有沒有什麼東西老師會覺得說 我一定要回張華吃 蚵仔 蚵仔 對 真的 黃金最有名的蚵仔 黃金是哪裡 王公 王公 對 就在我們的隔壁 的確 有些家鄉的地方的味道就是 就是這個鄉宇 對 因為她剛好 就是這樣因為王公靠海嘛 所以她的蚵仔很有名 是 沒錯 切成肉絲 這樣子炒米粉其實備料也要花一點時間 其實還好 還好 最主要都把東西準備好 對 對 那如果說我們的動作沒有這麼快 對啊 那這個就是可能要稍微花時間 那整個我們現在都準備完成之後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炒米粉 這時候當然就要跟小豬老師當好朋友囉 只要準備小豬老師就好 那這邊 我剛說過米粉不泡水 所以我們等到要下鍋之前 水沖一下把它洗淨這樣就好 水沖哪裡 沖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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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米粉整個洗乾淨 然後直接放下去就好 真的喔 是 這樣真的OK嗎 當然OK 大廚都這樣講還懷疑 台式 那不是台式的炒米粉嗎 感覺台灣人很喜歡吃炒米粉 有啊 還有新加坡炒米粉 新加坡炒米粉 那就是多一點酸辣對不對 不 新加坡是辣 它是綠咖哩的辣 加咖哩 是 OK 那還有很有名的金瓜米粉 對 金瓜米粉 金瓜米粉也是台式的 是 它是不同的口味 好 來 這邊一樣我們鍋子先下油 好 那首先就是 先把 蔥 洋蔥 跟蒜白 禁得起爆炒的部分先爆香 好的 好的 爆香的地方就讓它炒到整個都軟了 那我們傳統在炒米粉不會想到要放蒜苗 放芹菜 那這邊我們今天加下去 它的口感會整個跟不一樣 這是小訣竅啦 好 那這邊開始它在炒軟的時候 現在把肉絲下鍋 我們今天選梅花肉絲的原因 因為梅花肉絲有帶油 用它本身帶的豬油的香 來讓整個炒米粉更香 就這樣下去之後 好香氣都出來了 我們在家裡傳統在做都是爆炒的順序 對 爆炒順序 那你沒有照這個順序 你很容易會把前面炒除了 後面炒不夠香 對 因為我們擔心把它炒老了 對 我覺得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到底為什麼我們自己做的炒米粉很容易很乾 這也是一個 除了說它是一段一段之外 是 因為很多人其實喜歡吃炒米粉 可是吃到最後吃到好渴 其實那個就是大家怕 把炒米粉煮成米粉湯了 結果大家水放得不夠 因為我們傳統還是習慣先把米粉泡水泡軟 對 那米粉泡水泡軟之後 它有一個問題 它本身的含水已經很高了 那我們在炒的時候常常不敢加水 怕變成煮湯 變得太爛 對 那結果變得水放得太少 過少 所以它當然就乾了 就以為說我已經泡過了嗎 對 而且有的是因為油放不夠 因為米粉吃油 大量的這些蔬菜也吃油 對 所以我們待會還會加一點水喔 是 這個重點 讓它不要 煮的過程就要注意它不要太乾 對 是 就是 整個香氣都出來了 感覺這樣已經像一道菜了耶 哇 這樣就有點像五色的死井了 對 再加入香菇 對 最後才把香菇再加進去 整個讓它去爆香 那炒的過程之中呢 就要注意說它不要 也不要炒到太爛這樣 是 我等一下沒有要炒 我等一下就直接丟下去拌一拌 就好 我們不是炒米粉要這樣給它 不… 這樣快炒嗎 不用… 我們現在拌勻了之後 就讓它直接 讓鍋子自己幫我們炒 好 那現在整個爆香了之後 現在把這些高麗炒 這些木耳 紅蘿蔔都下鍋 哇 又是走一個非常豐盛的路線 是 我們… 我們台灣人 不怕人家吃的 是啊 老師你做的真的很大方耶 就是要澎湃 這是氣勢的問題 是 我們從不小家子起 對啊 然後讓它有點炒軟了 我們才開始下調味料 好 然後準備牛高醬油 好 糖 白胡椒粉 醋需要嗎 要 黑醋 老師我們是要挑戰全台語主持嗎 真的嗎 對啊 你確定喔 你知道在民視就是要雙聲道理 中文跟台語都要可以耶 所以大家幫我一下 OK 好 好 我們現在開始 是… 現在是什麼進行 現在… 現在整個炒好香 炒好倒 不好意思… 不太會講 炒好香炒好 好 整個炒好香炒好倒而已好 好… 好 落我們的鹹醬 好 那醬油 好 醬油 好 好 要加這麼多喔 我今天炒一鍋滿滿的耶 好 那 油高醬油下去之後 不是說要說台語 好 先炒一炒 炒好… 那個醬油香先炒好炒 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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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覺得有喔 有喔 我要想想一下啊 好 我教我講什麼不好的話 炒出來的意料 加水 好 我們的炒米粉就快要好了 我們廣告回來在那邊台灣可以啊 廣告回來在那邊看作得如何 好 師弟 我們的台式炒米粉的料都準備好了 那我們繼續來把調味料全部下完 好 糖 然後 胡椒粉 鹹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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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後黑醋 黑醋 那整個調味料下完之後 試一下味道 這時候可以先試味道啊 是 因為我們再來 米粉下鍋之後 就沒有湯了 也沒機會再試了 立馬我要來試一下 我也要試 試吃鹹醬 試吃鹹醬 鹹醬 鹹醬怎麼感覺跟甘蔗很像 甘蔗叫做甘蔗 嗯 很香耶 這就是炒米粉的味道 是吧 對 那這邊米粉啊 我們 因為米粉 畢竟它在包裝過程中 工廠出來 那我們就直接加 冷水 把它洗淨 不要怕加水 不要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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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師弟很可愛 你講完台語講完 再講狗語就有點台灣的和諭 不要泡水 那 起來之後 我們直接把米粉 放下去之後把它拌勻 好 那 這邊它慢慢拌勻 就慢慢下鍋 哇 很大塊耶 是 放不下去 不會了 因為 太大口了 那我們把上面的料搖起來 讓它 泡軟下去 那我們剛才也是有說 要讓它搭搭 是 所以我們前面才有湯 那我們在家裡常常炒米粉乾 我剛講的 因為泡水 泡久了 你怕它 炒下去變成米粉湯太濕了 那我現在下去之後 它會把剩下的 裡面的汁全部都吸掉 就跟那個冬粉也是一樣 我們常常吃火鍋 一定要最後加 不然它都把那個都撕走了 請給大家預告一下 我今天也帶來了我 自製的米粉便當 我剛才有說 其實我自己很喜歡吃 所以很喜歡做 但是做起來怎麼樣 都是感覺少一味 而且呢 搭搭 是搭搭嘛 對不對 是 因為其實有的時候是因為你油加的不夠 是 所以它就變得很乾澀 那有時候是水泡的不夠 了解 我們不是好像以前這樣炒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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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 我不用 已經現在比較沒有這樣子炒了 對啊 那總是要那個 冷鍋是不是 是 大鍋炒 那現在有比較偷懶的方法 現在我們已經把它拌軟化了 然後現在這邊 蓋上我們的鍋蓋 大家都有聽過 炒米粉要Q要燜 要燜 所以我們稍微 我沒聽過耶 真的嗎 因為我都是用那個沒有鍋蓋的 這樣炒一炒 要稍微燜一下 米粉才會Q 燜多久 就只要燜 差不多一兩分鐘就好 是 燜了之後它有蒸氣 它會Q 那我們趕快把米粉把它拌勻 好 好 盡可能的讓每個部位都有接觸到汁 它的顏色就變了 好的 我們在準備炒米粉的時候 焯肉 雞也好 是 沒錯 那現在我這邊蓋上鍋蓋 焯肉 雞也要不然加進去 蓋上鍋蓋之後 讓它燜煮 那我們來準備 這邊的刺肉羹 對 哇 我們最重要的湯頭 這邊它冒煙了 就是再把它開蓋把它拌勻 炒米粉也好了嗎 快了喔 快了喔 我現在開蓋把它拌勻 所以我們待會就可以邊吃米粉邊喝湯 是 整個拌勻之後 然後再蓋起來 好 一分鐘之後 我們的炒米粉就好 好 好 那這邊先開始下我們的肉羹 下肉羹有什麼訣竅嗎 下肉羹就把它放下去 不能一整片下去喔 不是整個 你一整塊下去 它就變成 肉丸 沒有是要怎樣 要一片一片下 而且等水滾了 你下去 那你每下一塊 它的水溫會下降一次 好 所以你不能擠 好 總是 不要緊張 又不是我煮 你等著吃等級了是吧 對啊 這麼香 好像到了那個市場 做台式料理就有種好像到了市場的感覺 是是是 我們去逛夜市 對 弥漫的香氣那種 記憶就回來 就是家鄉的味道 好 那這邊 就直接肉片 一片一片下鍋 就一片一片放下去 那 它裡面的溫度就會讓表面的這些玉米粉 好 好 蓮藕粉 它就熟透了 好 這時候已經看不到那個粉了 是啊 它就吃進去了 被肉吃掉了 所以它真的等一下會有根的感覺 是 因為也切薄片了 所以待會也不用很長的時間 對對對 就煮一下 它開始變顏色了 它裡面的溫度就開始讓肉變顏色 這個 你有吃過蒜泥白肉嗎 有啊 它就是稍微熱水燙一下 就可以了 對 它還保持肉的甜味這樣 好 來 幫我剝一下 好 用筷子嗎 是 可以 好 就這樣 就輕輕把它剝開 老師你教學生的時候 有什麼訣竅嗎 會用台語傳授嗎 都會耶 人家說什麼 是啊 因為有的台語聽起來比較親切 對 我覺得 真的喔 感覺就不一樣 比較有家鄉味 是啊 因為它有一些專有名詞跟那個感覺 對 用台語講 那就超貼切的 老師我很需要那個形容好吃的形容詞 真的嗎 台語的 你幫我剝一下 看是好吃啊 還是黑肉跟鯊雞啊 鯊雞啊 鯊雞啊 對啊 鯊雞叫 啊 好吃 就是鯊雞了 對 那我等一下就用這兩個 好吃又會鯊雞 但也要看是吃什麼啦 你吃軟的東西也說彈牙 好吃又會鯊雞 剪一些香菜丹 好 老師等一下我吃軟的時候 你就一邊唱台語歌 幫我那個 配個樂好 真的嗎 我怕這樣子 觀眾就跑掉了 不會 你喜歡唱台語歌嗎 我 以前喜歡啦 現在不喜歡 但是我五音 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五音不全 怎麼會 你看起來就是五音很全 好來這邊 我們的肉跟熟了之後 最後 靈魂人物一定要加上黑醋 喔 我們有很多人是在吃 這 肉雞的時候才加 自己加 那我們自己要吃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加了 那黑醋 一定要再帶一些 白胡椒粉 好的 哇 好 我們會切肉雞上桌啦 等一下 我的米粉好了 我先把米粉移出來 米粉也好了 先讓他穿個外套 對 是 那我們現在 來個 恰肉雞吧 恰肉雞 在咬的時候就會聞到它的香味 超香的 好啦 老師一邊咬 我們一邊來回顧一下 恰肉雞的做法 傳統吃肉根的做法 先將金針花泡開 肉切片醃製 取所有的食材切絲 蒜酥還有蔥酥要拉碎備用 接著取鍋下油 首先把竹筍 蒜酥還有蔥酥炒出香氣 再加水 加入食材之後呢 調味上蓋 最後我們上壓之後關火 等待洩壓之後呢 開蓋 開火依序加入醃好的肉片煮熟 再加入黑醋 香菜就可以了 現在我們就來吃看看 我們的燒肉雞 味如何 先來喝一下它的湯頭 就是很鮮甜 蔬果的感覺在裡面 就是蔬菜糖 輕輕的 像我們一般喝的蔬菜糖 對啊 是 很重要的吃一下我們的肉根 看有沒有肉的甜味啊 口感 所以它這樣子亮亮的 就是因為我們剛才塗的蓮藕粉 對 它就是薄薄一層蓮藕粉包住 那把肉的味道還鎖住 我們一般吃肉 馬上感覺到肉的那個纖維 可是因為包著蓮藕粉 所以有一種Q彈的滑嫩的感覺 真的是記憶中的好味道 就是很傳統 很簡單 沒有很囉唆的那種恰巴桿 恰巴桿太好吃了 除了我們恰巴桿好之外 我們的米粉也好 但是我剛才有說 在看我們老師厲害的 XV混之前要看我自己做的 這真的是我自己做的便當盒 OK 我們來看一下 我打開一下 因為我特別 我沒想到我做了米粉 結果老師真的今天也來澆米粉 我們就可以來比對一下 那我自己炒的 老師看一下它到底 有什麼問題來診斷一下 因為從初步這樣看 它就是不夠油 對 不夠水 那它感覺起來會很乾澀 而且它都斷了 剛剛有強調說 我們最好是不要斷嗎 因為這樣子是 比較偷懶的方法 有嗎 因為人家說吃米粉是嗎 我們這樣夾起來 這樣一長長的這樣 放在嘴巴裡 你們去日本吃拉麵一定要吸 那才有那口感 但是炒米粉有些要長長的 也是要這個感覺 OK 這樣起來就整個 我還以為加了蝦米 加了一些香菇就 這個沒有關係 這個都可以加 配料都還好 只是它這樣子看起來 變成沒有亮度 OK 那可能是油不夠 也可能水不夠 好 趕快把這個 拍米仔收起來 等一下要比對一下 看一下 我們來看看老師做的 炒米粉 一比較之後 差別就應該很明顯了 好 那我們的炒米粉 真的耶 一打開那個亮度就不一樣 最主要是它的色澤亮度 那它本身的那個保水度的感覺 看一下 那整個把它拌勻 那米粉還是整個是很有彈性 真的耶 這就是我們的台式炒米粉 趕快來回顧一下它的做法 台式炒米粉的做法 我們先把所有的食材切絲 米粉洗乾淨之後備用 接著熱鍋 依序把所有的食材爆香之後調味 放入米粉拌勻上蓋 等待冒煙後關火 一分鐘之後開蓋拌勻就好啦 令人懷疑好味道 炒米粉 我們來看一下料都要夾到 大家有沒有看到油亮油亮的 我們老師說不要怕加油 是 因為沒有加油的話會咬味 它就會感覺起來比較澀 另外就是說水也是 不然那個水分太乾的話 也不好吃 來吃吃看 前面可以不需要泡 這樣我們剛剛沒有泡 炒出來就整個 米粉雖然細 但是有一種厚實的感覺 而且你加了高麗菜還有紅蘿蔔 所以吃的口感也會吃到脆脆的 它有蔬菜的感覺 再來是我們的醬汁 讓它有古早味 可是又不會油膩 關鍵是什麼 關鍵在於我放了大量的蔬菜 去除它的太油膩的感覺 整個去平衡掉 因為怕就是太乾或太油 OK 我們本來今天到這邊已經結束了 但是身為客家子弟的我特別要求 老師也要做一下我的家鄉味 是 懷念的媽媽味 沒錯 我們要做的就是 哈嘎草牛客家小炒 客家小炒的食材有 五花肉 乾魷魚 生豆干 辣椒 紅蔥頭 蒜頭 芹菜 蔥 蒜苗 調味料有 油膏 醬油 糖 白胡椒粉 今天教大家一個比較不一樣客家小炒 好 這個讓你一邊來操作 好 讓你有懷念的感覺 對啊 身為客家人我一樣會做 那我教你用這個不沾鍋 我們快速來做 教我用 我以為你要開始講客家話 嚇我一跳 所以有客家槍出現了 好 那這邊我們把肉條 肉條先切 那既然我們今天選的是五花肉 對 那我們做到這道菜就不再加油了 對啊 因為你看上面的那個 油脂已經很多了 油花就夠了 那直接下鍋 老師會不會講客家話 不會 完全都不會嗎 完全不會 你看我常常就說 在台灣你就可以感覺到 其實客家人都會講台語 真的嗎 真的啊 因為你看電視看這麼多 而且你生活中都充斥了台語 我們也會說台語 其實是說 好 暖暖這樣子 暖暖 但是講台語的人會講客家話 比較少 因為我都沒有在新竹苗栗 哪個區塊工作 那我的工作夥伴也很少有客家人 真的喔 所以廚師界客家人特別少是不是 還好喔 還好喔 還好 來 這邊交給你 我已經可以上場了嗎 可以啊 今天換你動手做一下媽媽味好不好 好 來 先把它鋪平 好 先鋪平 原則上 我們用比較不一樣的不沾鍋 好 這樣它的材質足夠 我們就直接全部冷鍋下 好 冷鍋下 不要動它 先把它鋪平就好 就好 鋪平 先把油逼出來 好 那你在逼油 我繼續切豆干 好 老師那你至少要跟我學個一句啊 你想學什麼 說好吃 叫做厚色 厚色 怎麼講起來有點外國腔啊 可是你剛才真的講我們用 你說我們用 就有一種客家的感覺 真的嗎 真的喔 厚色 好啦 不然以後 在節目上 我講台語 你講客家話 對 這樣下次會被雞同鴨講 題詞都聽不懂 我們直接把豆干也下鍋 我用你逼出來的油 來把豆漿煸乾 豆漿 豆干 豆干來煸乾 豆干來煸乾 好 那今天選的豆干是整個白色的 這叫生豆干 生豆干 這是味精加工調味處理的 之前有因為食安的問題 有醃的啦 染色的啦等等之類 至少這樣我們就放心多 對 我有發現老師都是選生豆干 是 不要選什麼橘色啊 生豆干啊 生豆包啊 這樣才是最健康的 讓食材呈現最原始 那你還記得 之前媽媽怎麼做客家小早嗎 我不記得 我都負責吃而已 真的嗎 好啦 那我教你一個 這樣子做 回去換做給媽媽看 好 告訴媽媽這樣子比較健康 先鋪上這個肉 對 把油逼出來 然後再 那用逼出來的油 把豆干炒到恰恰 好 炒到恰恰 因為我們說客家人其實傳統呢 你去拜拜的時候都要準備 我們說豬肉啊 雞肉啊 那魚比較少 因為魚比較貴 可能三層肉 那回家之後呢 你其實就抓一把蔥 就炒一炒 其實就是客家小炒的來源 很簡單的方式啦 那就像 以前我在學做菜的時候 一道回鍋肉 對 就是拜拜完的五花肉 切片之後 加著豆干啊 蒜米啊什麼的 全部一起下去炒一炒 一樣的概念 所以它的原則上其實是很快速 很方便的 再一點辣椒 是 整個顏色把它背起來 而且台語跟客語 其實有很相向的地方 真的嗎 像客家的話很帥 叫懂眼島 你們是眼島嗎 眼島 只是腔調有點不一樣 是 這邊 當它開始在 有一點金黃色 對 那就直接稍微把它撥動一下 好 讓它整個均勻分布 豆干跟五花肉都可以均勻 好 均勻之後再把它鋪平 因為當溫度開始上升 它的速度就會越來越快 好 老師那我教你怎麼稱讚我 好 你要說 你要說 喊Voyer 什麼 喊Vo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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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要說 喊Vo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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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當它整個豬肉的每個麵 已經開始翻白 有點恰恰的時候 我就準備再下這些辛香料下去 好 跟著一起爆香 好的 到這邊 好 然後當我們的豆干開始有出現這一面 單面開始有恰恰 金黃色的 開始有恰恰的 好 蒜頭壓下去撥動一下 拌勻 對 拌勻之後接著 蔥 蒜 蒜白 蒜白 蔥 蒜白 好 魷魚還沒下 大家都在想 客家小草的魷魚怎麼還不下過 對啊 這就要賣個關子 因為我們魷魚太早下去炒 常常把魷魚炒老了 到最後咬都咬不動像橡皮筋 對 所以魷魚到最後炒熟炒軟 炒出香味就好了 這也是我覺得媽媽跟外面做的不一樣 外面做的常常就覺得魷魚很老 不好吃 因為外面不可能這樣子慢慢炒 一定是 快炒 我燒個油就用炸著了 我還在炒 對 來都來不及了還怎麼炒 現在開始慢慢有香味出來 換紅蔥頭下鍋 好 哇 辛香料下去之後 整個香味就不一樣 對 是 那這個地方要把整 我們在拌炒的同時 盡可能的把蒜苗剝開 好 盡可能的把蒜苗剝開 讓它的味道出來 是 好 老師我留一個停頓你要讓你稱讚我 沒有 沒有 真厲害 很厲害 很厲害 來 然後現在這邊 這邊我們加進 甘魷魚 甘魷魚來 撥動它 把它拌均勻 好 好 那我們現在的蔥整個都軟 這邊 這邊整個蔥都趴下去 好可愛的說法 對 插到整個都撥下去 難怪我覺得 不太像國語 台語直接翻國語 差不多趴下去了 他剛才是站著嗎 好 來 現在 我們注意看 由於它受熱開始捲起來 對 這個時候 來 就準備下調味料 不要煮老 是 不煮老 來 油膏 油膏一匙 再一匙 這邊油膏要三匙 OK 好 醬油兩匙 看起來真的是動厚生了 然後來 旁邊糖給你加 好 我們把它拌一下 是 然後白胡椒粉 糖要加多少 來 一匙 糖加一匙就好了 是 再來 好 一匙拿下去 好 然後最後米酒 好 整個把它拌勻 哇 我也會客家燒炒了 拌勻之後 好 來 先來 這樣 就可以了嗎 現在讓它全部入味 好 全部入味 那 入味完了 等一下開蓋這個倒下去就好 好的 這樣夠簡單了吧 夠簡單 大家有沒有試試看呢 韓國油 可以自己做喔 我們現在最後 來 看結果 哇 開蓋之後 那 燙喔 好 我們現在把最後的 蒜青 芹菜 加下去 那它整個香味又會再不一樣 那快速地把它拌勻 哇 哇 這就是客家小草的味道 傳統的媽媽味 我記憶中的媽媽味 客家小草的做法 我們先把 魷魚絲泡軟 再把 蔥 蒜苗還有芹菜切斷 所有的食材 切條狀備用 接著我們取鍋 放入五花肉 還有豆干一同拌炒 等待出油之後呢 炒出香氣 再放入蔥 蒜頭 還有辣椒爆香 加入調味料之後呢 拌勻上蓋 讓它入味 最後我們開蓋 放入蒜苗段 還有芹菜段 拌勻炒香就可以啦 試試看味道如何 聞起來是媽媽味 吃起來有沒有 就是來 試試看 然後我的餐巾子 怎麼辦我覺得比媽媽味還好吃 我媽很要揍喔 媽媽味要加筍 那我們是直接就是純乾炒 完全不加筍 炒到乾 炒到香 而且傳統會再更鹹一點啦 但是我比較喜歡沒有這麼鹹 傳統好之味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今天一連教大家做了 炒肉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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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哈嘎炒肉餅 希望大家也在家試試看喔 Facebook下次見囉 謝謝老師 謝謝